中国在芯片的发展上找到了怎样一条新道路 这对于中国芯片的发展将带来怎样的影响 我们都知道 此前中国在芯片的发展上受到了西方国家长时间的压制 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大大限制了中国芯片的发展 这就是中国对芯片发展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并长时间受到西方国家的卡脖子 但是近年来 随着中国在芯片上的不断发展 这也使中国在芯片的发展上取得了较大的成就 这主要得益于中国在光刻机上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这就使中国能够自己生产芯片 且可以不再受到西方国家的卡脖子 这也算取得了较大的成就 虽然中国在中低端光刻机的发展上取得了较大成就 但是中国在高端光刻机的生产上却没有取得较大的突破 因此在高端光刻机上一直受到西方国家的卡脖子 这也使中国在高端芯片的发展上发展十分缓慢 但是现如今 中国在芯片的发展上取得了极大的突破 并且这将在很大程度上绕过光刻机实现制造出高端芯片 这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中国芯片发展的弯道超车 要知道世界的芯片生产都是依赖于光刻机这一高新技术装备 而光刻机作为高新科技 则是一直掌握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手里 对于发展中国家那真的是一直受到这些国家的卡脖子 中国也不例外 在光刻机的发展上一直受到美国的制约和限制 导致中国的光刻机的发展一直较为缓慢 而且还受到很大限制 但实现如今 中国在芯片发展上取得了巨大突破 据悉有消息称 中国在芯片领域有了新的突破 世界首颗光芯片即将诞生 一旦其实现量产并大规模投入使用 这将会使光刻机成为过去式 能够实现芯片的自主生产 不再需要借助光刻机 此外报道还指出 据了解目前全球芯片生产巨头 已经拥有制造5纳米芯片的技术 因此研发3纳米技术就成为了一大难题 可以说谁先生产出3纳米的芯片 就能率先抢占芯片市场 但是在世界芯片研发的趋势下 中国并没有对自己已有的纳米芯片进行优化和突破 反而另辟蹊径 在全新的芯片领域开创新的道路 就是通过研制出一种全新的光量子计算芯片 其相较于现在世界上的芯片具有超强的性能 其是在单个芯片上集成大量的光量子器件 从而实现多种基于量子漫步模型的量子算法运用 而不是像目前世界上的芯片 是集成在半导体晶元的表面上 这就有很大的局限性 对于中国研制的光量子计算芯片 有分析人士就指出 相比起电子而言 光子的速度更快 耗能也较低 能够发挥强大数百倍的性能 但耗能却不到电子芯片的一半 因此 一旦中国光量子芯片投入使用 那么就将对半导体行业造成天翻地覆的影响 然而对于中国的光量子计算芯片 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可以不用光刻机来生产 这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加快中国突破西方国家 在光刻机上的卡脖子 使中国完全突破西方国家 对于先进光刻机的封锁 实现完全独立自主生产 此外 中国之所以会在量子领域取得如此大的发展 这主要得益于中国十分重视对量子领域的发展 且近几年 中国在量子科技领域多年不懈的努力 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伟大的突破 使得中国在量子科技领域不断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打破了美国长期在量子领域的霸权垄断 突破了美国在量子科技领域对中国的长期封锁 有利于中国在量子科技领域立足脚跟 专注于更大的发展 以便可以取得更大实质性的突破 目前全球对量子科技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 各国也都在探索不同的方向 比如由中国科学院院士潘建伟团队研究的光子量子和超导量子计算 微软公司研究的拓普量子计算 英特尔公司研究的硅量子点击数等 中国在量子计算机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这对于未来中国在世界量子霸权的竞争中 能处于领先地位和占据有利优势 并且中国对于量子科技这一领域的发展十分的重视 据报道 在美国不断对中国发起科技战争的背景下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曾就量子科技指出 近年来量子科技发展的突然猛进 是其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前沿领域 中国加快量子科技的发展 这对于促进高质量发展 保障国家安全具有非常重要的关键性作用 据悉习近平还强调 必须坚定不移走自主创新道路 坚定信心埋头苦干 突破关键核心技术 努力在关键领域实现自主可控 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 增强中国科技应对国际风险挑战的能力 他认为要借鉴海外有异做法 深入分析量子科技发展大势 找准中国量子科技发展的切入点和突破口 统筹基础研究 前沿技术 工程技术研发 培育量子通信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抢占量子科技国际竞争至高点 构筑发展新优势 由于量子科技领域是一个全新的领域 各国都十分专注在量子科技这个领域的发展 因为在这个领域里 有太多未知的东西等待被发现和突破 所以在量子技术方面 一旦有了重大突破 那么它就属于革命性的科技突破 通常是一种能够超越目前所有人类已知的技术概念 和认知的革命性的颠覆性的科技技术 所以经过中国在量子领域的不断发展与突破 这也使中国在量子领域的发展 绝对处于全球领先地位 完全打破之前西方国家在这一方面的霸权垄断 而且中国此次正在研制光量子计算芯片 也将会成为在世界量子领域中的重大突破 而且在这技术的发展上继续傲视全球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中国的光量子计算芯片也能够完全投入产业量产 可以实现绕过光刻机生产出芯片 完全突破美国在光刻机上的卡脖子 可以在芯片的生产中实现独立自主 不再依靠他人 这也是中国在芯片技术领域取得的巨大发展 这也使美国计划借着断供中国先进光刻机 就可以阻碍中国芯片技术发展的计划完全破灭 这反而在一定程度上给了中国极大的发展动力 并使中国发展得更快并变得更加强大 也加强了中国突破科技封锁的决心和动力 使中国完全找到了一条发展芯片的新道路 促进了中国科技的更新换代发展 加快中国芯片的研发与突破 这也进一步证明中国不怕困难 反而会通过自己的努力解决问题 并通过不断自主创新发展 找到属于自己的发展道路 给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以巨大回应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中国的芯片发展一定会取得更大的成功 并继续以自己的实际行动 影响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 可欣 However 或许如此 也许如此